大家好,我是Den 台湾电视剧想见你在韩国网路上走红后 剧中男主许光汉的人气 也是在喜爱台湾电视剧的粉丝们当中 不断的上升 而预定在9月3号、4号 在韩国首尔进行粉丝见面会的许光汉 在门票开卖不到5分钟 就售光了3500张的门票 反应非常不错 而今天许光汉在一个采访中的发言 也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当许光汉说自己非常喜欢韩国电影的时候 记者就问了 有没有想要一起合作的韩国导演或者是演员 许光汉回答 我没有敢想象过能跟他们有合作的机会 但是我很喜欢 比起说合作应该说是我喜欢他们 长得帅,话说得也很漂亮 而且还很清虚,真的是好感 每一买都漂亮 想见你真的超有意思 有没看的人 但是看过的人一定会风筝不惧的 我跟朋友连续后几个月 一见面就讨论想见你了 想见你超有趣 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看的台湾电视剧 想见你,大家看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电影《Busani》实际拍摄画面 在这么紧贴的摄影机前面演戏 演员们真的太厉害了 公佑马东森真的疯了 怎么演得这么棒呢? 突然又想看《Busani》了 下个消息是 Listrapin Sakura的中国粉丝们的一句话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之前中国粉丝们送Sakura非常贵的暂时戒指后留言 以后送钻戒 没有粉丝送你的贵的男人不要嫁 是真案 就是想让小樱花遇到真心爱自己的男人 我能理解粉丝们的心 这个时候是最后能送礼的机会 所以中国粉丝们聚集了火力送礼 加上了那句话 真的是太帅了 粉丝们也很善良 只是说结婚 所以是可以谈恋爱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语言讲牛肠 小脑烤羊肉串 常文状炖牛排 看了就知道 切出会结束后 听到粉丝们要去吃羊肉串后 小脑的反应 哦羊肉串不错 今天一餐都没有吃 但是看到我娘的脸就饱了 因为太漂亮了 不没有那样的 饭是一定要吃的 今天吃粗粗粗粗粗吧 像今天这样疲累的天 要吃粗粗粗粗 大家知道吗 在这里最让人惊讶的是 这三位野人都是同一家竞技公司 这所属公司的艺人 对吃的都非常真心 语言讲那个动作 看多少次都觉得很好笑 好可爱 圈奥这个每次看 每次都觉得很好笑 真的是很好笑的艺人 阿姨不是很喜欢吃粗粗粗粗吗 阿姨在其他组里也一直找歌粒粗粗粗粗粗 真的好可爱 好那来问一下大家 大家最想吃哪一个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